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古代科学不发达 越不了解越让人害怕 黄鼠狼聪明是真的 如果有一只黄鼠狼死了 它的亲朋好友 子孙后代都会来复仇 但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不杀死小黄也对 因为小黄主要吃老鼠 有时候还会跑到人家里捉老鼠 根据不完全计算 一只小黄一年能杀死两千只到三千只老鼠 这大大的帮助了人类 上千只老鼠 一年要吃掉多少粮食啊 现在种地不容易啊 本来收成不好 要是老鼠在吃 那就更闹心了 幸好小黄可以多多少少帮点忙 减轻了鼠害 再来 小黄已经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现在是保护动物了 据说小黄也会报恩的 如果你帮助了它 当然做好事不求回报 只求不来烦扰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看了更精彩的视频 欢迎评论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